080 Kanda, Planting the White Mango Tree 康达,种下白芒果树 伊恩著,佛陀在禁止比库随意展示神通后,外道都以为佛陀自己肯定也不会再使用神通, 于是一个个都放心吹嘘说自己比佛陀神通大得多, 而实际上这种禁止是只针对佛弟子而言的诸佛并不受此制约, 为了平息外道造成的这种局面,佛陀应兵比萨拉王的邀请, 预言说将在七日之后城门口的一棵芒果树下展示神通, 并且还罕见地同意国王宣传此事,让众人都来参观, 外道听说之后,赶紧雇人把城门附近的芒果树全部砍光, 七日之后,佛陀在城里托波, 有一位名叫康达的宫廷园林长供养了一颗芒果给佛陀, 佛陀吃完就让他把果核种在城门口, 那个果核当众迅速长成一株巨大的芒果树, 佛陀就在树下展示了传说中的双神变, 而后前往,三十三天,为诸天说法, 在天上渡过了他城道之后第七个羽安居, 这则记录虽然鉴于小布本身经, 但是一般是为事后事的增补。 Jod 483